嗯 這是什麼呢 你最熟悉的 我當然 你經常跟我說你很喜歡吃 又說有益身心 我… 是啊,舅舅 那時候我真的很喜歡吃木瓜 又瘦帶一吃 是嗎? 由此可見其實是沒有益身心 不是,舅舅 我小時候最喜歡吃燉木瓜 是 那你今天是否又打算燉木瓜 這隻木瓜跟其他木瓜有些不同 整個手掌那麼長 是 到手曲位置 是否越大越好的呢 木瓜 木瓜有時未必是越大越好的 你這麼大隻木瓜 為何還是綠色的 木瓜要長得熟 就不分大小的 小隻它又會熟 大隻也會熟 如果想要綠黃就黃 是啊,那你現在拿來煲 你不用拿得熟的 嗯 嗯 選哪隻,選哪隻 讓他選 給他選 如果我選,我肯定越選越大隻 哪一隻 這個是你 哪一隻是他 這個是舅舅 哪一隻大隻 這個是你啊 你幫我拿著 吃完呢 牛仔劍不是很格勢嗎 是啊 拿了一隻薄去 把頭和尾煲回南湯 然後喝多一口 好像秋冬 皮膚乾燥 是 可以轉潤 小時候吃不夠 小時候吃不夠 不夠 啊,好夠啊 那種多久啊 這些木瓜 木瓜通常呢 一年種到晚 除了下箱 會影響牠生長 下箱就沒得吃了 沒得吃 你主要保護得好 因為下箱的時候 找東西蓋著牠 找些和草 或者找些膠紙 它明年一開春 又開始飆高 嗯 但是舅舅說 那你摘過的話 是不是還會生的呢 生的 這個就不會了 你摘了它不會 不是我摘的 舅舅 明明是你摘的 我知道 我只是和你對比一下 這隻和這隻大小而已 我對比一下 不是啊 和你對比一下 這隻和這隻的大小啊 淋到頭味 嗯 跟著尾 找個綠木瓜 找個瓦 找個瓦 但你沒看過它 青青的 好像都已經 切肉之後 有些熟了 對的 你如果再熟 它就反而沒那麼好 直接當水果吃了 但是舅舅 我發覺你已經切到比較深的位置 但還看到有些藥在 是當然的 是否有什麼辦法去弄乾淨 拌完之後 它就流出來 用水洗洗它 你需要用鹽水 最好 如果沒有它就 夾 嗯 木瓜切劍 嗯 然後呢 就把那些 狼 狼 都刮乾淨 刮一刮 你不刮 就這樣把它煮 它就會苦 嗯 有些稠味 對呀 苦稠味 把那些狼 刮乾淨 把牛頭甜 頭和尾 嗯 煮回一口靚湯 給你喝 好 這些大一點 煮湯不用切太細 好 煮 切完之後 洗乾淨 這樣就把那些 瓜肉 嗯 洗乾淨 這樣它就不會有苦味 放進鍋裡 哇 一會兒呢 把魚 嗯 把它斬開了 是 兩邊煎 嗯 煎到金黃色 煎到酒 接著就放進鍋裡 嗯 四十分鐘 嗯 煎到 這湯這樣吃 這樣喝就很甜 哇 很甜啊 因為材料粥 嗯 放了一塊木瓜 嗯 細細細告訴我 你有沒有偷偷地下糖 沒有 真的很甜 因為本身這麼甜 木瓜 但不是啊 木瓜不是還沒熟 就不應該會很甜嗎 木瓜已經熟了 但未能吃 它是青啤啤啤 是呀 它裡面的肉已經熟了 它未能達到你吃水果的感覺 所以你到吃水果那時候再煮 一煮就很難 散了 散了一塊漿糊 這樣在這裡 現在這樣的形態 其實是最剛剛好的 嗯 這個湯呢 那種的甜度 真的好像喝糖水一樣 但又不是說糖水的那種甜味 因為它有魚在這裡 魚的那個鮮 也都是跟木瓜的那個甜 很搭啊 很搭啊 有輕微的痛風 木瓜是最有幫助的 是呀 木瓜就是這個鋼血糖 鋼血脂 沒錯 還有就是去尿酸的功效 嗯 所以不只是我們經常 一支平時認為的那種功效 嗯 喝湯之餘都要提提大家 拿出手機掃描屏幕上邊的二維碼 關注我愛翻尋味公眾號 更多直送一圍送不停